你看他们Amishi不开车坐马车 大家好,我是Selena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要离开Virginia这个州呢 往下一个州前进 今天呢,我们要去Pennsylvania 我们从Florida经过了South Carolina 然后经过了North Carolina 现在来到了Virginia 我们现在要从Virginia再去到Pennsylvania 这一路呢,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然后我们时间觉得过得很快 因为每一天每一天过得很快 今天呢,我们又要移动了 其实是非常的忙碌的 因为我们要旅行,要剪辑视频 还要移动,花很多的时间 我的视频呢,会陆陆续续推出 那现在呢,Selena已经呼吸起来了 我们就准备要离开 然后往下一个营地前进 跟着我们一起美国房车游哦 好了,我们就正式离开Harvard View这个营地 往下一个营地前进 我们离开Virginia 现在要前往Maryland 马里兰州 过了这个桥上去 这边就是马里兰州 我们已经出了Virginia 我们正式进入到Pensylvania 冰州 哇,到了营地了 你看,这里已经大片的草原 往前走就是了 到了冰州的第一个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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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去找位置了 这个位置不错 这个位置不错 我们现在在冰州 今天天气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就要去外面走一走 看一看 跟着我们一起走吧 哇 刚刚一路过来 风景都很漂亮 我喜欢这种大草皮 大平原 家家户户都有那种大草皮 这边有种蔬菜 哇 你看这个视野多好啊 我超喜欢这种感觉的 种马铃薯 种马铃薯 其实我们以前来过 Pennsylvania 那因为我上次来的时候 时间没有很长 所以呢 我们就觉得 将来有机会 一定要再回来 Pennsylvania 所以今天我们就回来了 今天呢 我们是要去一个地方 就是我上次去的 觉得时间不够 就是 Amishi的一个 village 我刚刚发现啊 他们这里的住家呢 很多住家都是 有一大片草皮 然后就一间房子 非常的舒服 你看 你看 哇 他这里租的房子盖的都很棒耶 環境都很好 带大家去 参观参观 这是蛮有特色的 所以我想说 之前来过 想说这次还要来 再看一下 我其实以前来过 就觉得非常喜欢 因为到处都是绿 你看他们 不开车 坐马车 我们进去看看 是一个生活在美国 和加拿大的基督教社群 主要是以其独特的 宗教信仰生活方式 和现代化科技的抵制 而著名 他们的生活方式 以简朴和自己自主为特征 强调社群合作 重视家庭 和对传统 和对传统的尊重 录影 录影 我们一起用照片来参观 他们的生活方式 阿米什 阿米什的信仰 汽车 汽车和电话等 服装的样式 都非常简单 为的是避免炫耀 和吸引注意 阿米什的生活方式 阿米什的生活方式和文化 他们说这里面的动物呢 有一些都是被救赎的 就是从什么地方救出来的 有空来这里走一走 还蛮不错的 可以体验一下那种阿米什的生活 这里还有孔雀 那边有个小店 我们过去看看 这个小店有很多的果价 这个小店有很多的果价 它就是卖一些吃的 有很多的果价 他们有很多的果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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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工具的 农具啊什么 对 打铁间 打铁间 修马车啊 然后农具啊 都在这 都在这 这个有马蹄铁 马蹄铁 他这个 他这个你可以买阿 然后钱就丢在那里 五块钱 你只有要买的 拿走 然后钱丢那 五块钱 那要干嘛 今天呢 五块钱 这个是 嗯 这个就是玉米啊 玉米 波科技 哇 结果在这也可以看到那种 很原始的那种 啊 器具 很农具 他们连游戏场 都是木头做的 因为他说 男生呢 木工做得很好 女生呢 就是 呃 做吃的东西做得很好 因为他们从小就训练的 不错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影片 希望您喜欢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分享 下一集 我们将带大家去阿米什的农夫市集 敬请期待 谢谢大家的支持和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